为了要让垃圾减亮 环保署长李应元表示 未来将从云林市区 优先实施垃圾费随带征收 不过云林居民大多很反对 垃圾车一来只要装满垃圾 黑的白的各种颜色的袋子 都可以统统往里面丢 不过未来再不能像这样 随便拿个袋子装垃圾丢进垃圾车 环保署打算六年内 在六都全面实施垃圾随带征收 其他县市也会逐步实施 并优先在云林县推动 不过民众大多很反对 云林县林内焚化炉 因为环瓶争议无法使用 再加上连近县市垃圾处理量 趋近饱和 让云林县的垃圾 几乎无处可去 更两度送到台北市代烧 为让垃圾进一步减量 环保署才希望在云林县 都会区域推动垃圾随在征收 但环保局坦言难度很高 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是宁愿就省这个钱 他们可能就是垃圾就就可能有可能 就是防汛道路或是说穷乡辟野的地方 有可能就会空旷的地方 就会有蔓延的垃圾 就是说当地的情况来推动 所以就说也不是说整个云林县一起实施 而是他们可以考量说 是不是先有几个乡镇室 来来做做看 推动垃圾随带征收 云林民众要花钱买垃圾袋 有民众不满要多花钱 但环保署统计过 双北市过去水水费征收 垃圾费平均每个月 每户要多付一百三十元 但改成随带征收 只要三十元 反而能省下一百多元左右 综合报道